武神坛为何无人喝彩?是打假赛还是难看懂? 梦幻的PK似乎已进入了高门槛与小圈子的新文化 从打假赛负面事件频发到五宝灵战术的泛滥 再到新道具的层出不穷,已经悄然改变了PK的原有韵味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PK为何沦为闲友人观看? 故事变从这里开始了 目前梦幻玩法十分丰富,但随着角色养成成本飙升 普通侠客和武神坛侠客间的割裂感愈发明显 以召唤兽为例,当一只召唤兽死亡后 为何立马就有新宠替补上场呢?让玩家十分不解 其实召唤兽有一个闪现的特性 前提必须是与玩家战斗中当前召唤兽被击飞时带有此特性 有一定几率召唤新召唤兽上场 这个特性在常规任务中,侠客是根本不能接触到的 再者还能遇到一个疑问 宝宝一个夹魔,为什么会出现蓝灯呢? 纵观已知的三药好像也没有这个功能 其实存在一个高级三药,黑玉云林高 其效用与武装冠的蓝灯一样,可以持续地恢复魔法 这种新道具,新玩法,让很多骨灰玩家看不懂 也导致放弃了看PK 然而随着游戏的发展,武神坛战术与阵容的同质化日益严重 曾经风靡的三宫队几乎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是冗长阀位的四保一、五保零战术 该战术则依靠拖时间、看人品等而取胜的方式 极大的削弱了比赛的观赏性 被迫此局,官方推出了地厅的观照万象 地厅出现好像解决了拖沓的问题 但也进入了一个地厅的时代 无论前期建立了多大的优势 只要地厅一出手,大可能宣布这个比赛胜负 前期积累的优势也是荡然无存 那种百花齐放的战术年代也是一去不复返 在早期,师门技能曾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同时也是玩家最为熟悉的 加上法宝的辅助,无论怎么打,玩家都能看得懂 而如今,武神坛的核心已经转移至领宝之上 尽管领宝系统自2019年便已问世 但众多玩家对其知之甚少 更谈不上在实战中灵活运用 如盘斯领宝,复仙珠斯 作用是最多可禁用道具栏中20个物品 持续到战斗结束 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有的单位该偷酒时没偷酒 该加血时没加血 让玩家十分不理解 说句难听的 现在即使不使用师门技能,完全可以打武神坛比赛 而目前PK也是几家独大 高门坛与小圈子的文化 使得外界对其公平性产生质疑 打假赛,卖阵容等负面事件频发 严重损害了比赛的公信力 新入局的下课 即使有心想参与到PK玩法中 就会被圈子内的人排挤 即使花了几百万 甚至连16强都进不去 最终只能选择静而远之 你怎么看,永远之间哦